協助我们主持 谢谢主席 我们请蔡主委 请蔡主委 主委这几天你很夯 但是事实上很辛苦 这是我的责任 这样整天听下来 确实要叮咛主委一件事 谈到有关核电的部分 主委你都很清楚 而且你都急于要替核电 所有的安全做保证 做背书 可是一提到 这一次日本核灾之后 所衍生的国内所有的防护 跟核安的业务的时候 主委你还没有开始规划 已经开始规划 只是说我还没有办法 有一个规划的结果来报告 譬如说我们看看 辐射屋的旁边 是幼儿园的这件事情 主委你连所有的细节 其实都不知道 到底检测这些 辐射屋是在多少年前检测的 现在有多久没有检测了 然后可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检测 主委你全部这些细节 全部都要转过头去问你的同人 好 那以及说商品检测局是不是已经开始检测日本输入台湾的一般性货品了 主委也是还要问同人 所以本席这样一整天听下来的感觉 就是对核电主委很熟 而且主委非常勇于就是去捍卫 但是对于核安呢 主委就非常不熟悉 而且没有赶快立即的领导 甚至于在委员要求你要立即有破例下去做的时候 你还要回过头回过头去征求你的同人的意见 所以我们非常的担心 就是有关核安的更完整的机能的职务 主委您到底适不适任 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要叮咛主委 你这几天所显示出来的在这个部分太弱了 好 这些部分太弱了 我原的指振 我个人检讨 好不好 是 没问题 第二点 我们今天所揭露的这些技术移转 技术服务跟权力金的移转 五年内 五年内 核能研究所也就是原能会所属 赚台电总共高达32亿多 五年内就从台电的委托计划技术服务 总共呢 高达32亿多的钱 总共加起来 那么五年内你们核能电厂 你们核能研究所所有的研究委托案是41亿 可是其中拿台电 顾问独身 你们核一间公司 核台电的核一核二核三 以及核四的相关计划 你核一间公司 你们就占32亿多 那这个部分我们怎么看呢 第一个 我高度的就是在替台电的核能电厂服务 接受核能电厂的委托在赚他的钱 替他做技术服务 那这当然是跟原能会作为管制监督机关有内在的利益的冲突 这个是一定的 清大核工系核研所 想办法他就会去清大就会去成立核核研所 核研中心 中正理工学院他就会去成立核研中心 台电搞不好民间自己 他也会去弄财团法人核能研究所啊 或者他也可以去找国外啦 是啊 也可以叫国外去做啊 你们怎么会连这种利益回避的想法都没有呢 所以主委你要不要改 你今天从头到尾都在推给法律 法律虽然这样制定 这个钱你可以不赚 对不对 是不是 理论上来讲 理论上是啊 对啊 委员讲的是没错 也可以不要去接啦 你们不应该接啊 是没错 你们不应该接 联合一厂要研议 你知道合一厂要研议这个事情你要严审耶 结果合一厂研议竟然用一亿九千万拜托你们核能研究所替他做研究 将来你们的研究的结果 就是台电去写合一厂研议计划书的基础 简直是你替他服务去争取合一厂的研议嘛 而且还一亿九千万 这个价钱之高 你们拿台电的研究案 每一个案价钱这么高 都高于我们所有看到的公私立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国科会所有研究委托案里面的一般行情都高得更离谱 比他们一般的行情高得更离谱 本席做一个统计 中央研究院今天送来的成果表 中央研究院也在研究医药哦 研究抗癌的药物哦 技术移转也技术移转的金额也应该蛮高的哦 12年来中央研究院技术移转的总经费全力经总经费12年才17亿5千7百万 12年才这么一点点哦 而你们5年技术移转呢 就41亿多 光拿台电5年光拿台电就30几亿 人家12年技术移转总经费也只不过17亿 你们光5年就拿台电一加32亿 主委 谁去监督台电给你们的行情有没有问题 谁去监督 更何况你们这笔钱没有纳入预决算 你们用最方便的方法叫做代收代办 你们用代代办呢 你知不知道在政府的制度上 今天合研所如果要代办 制度的理论是什么 制度的理论就是说 我是代收款 不是我合研所的钱 我合研所假设说是我合研所 以我合研所的规格地位 我去接受这个核电厂的委托的话 我要税入 然后我要税出 要经过税入税出 但是假设我只是代收代办 表示什么 表示技术不是我的 技术是别人的 只不过经过我合研所 然后是另外一个团队的技术 我代收 然后代办 事实上是另外一个团队在做 到底谁在做 是你们合研所在做 还是合研所还把它包下去 可能都有吧 都有 你还外包 不是 有一些工程单是有一些下包 都有 这样子 然后你就把它弄成代办 委员这个问题 假如要 赚多少钱 要进一步了解 你们中间转手赚多少钱 委员这个问题 假如要进一步了解 我能不能请这个 我今天这个经费 我一家 你们的经费不符合 怎么说不符合呢 比如说以98年度 你台电 根据你给我的这些戏目算起来 台电98年呢 是6亿4143万9242元 可是 我去查你们98年的决算数 去查你们98年的决算数 你们98年的决算数 总共加起来呢 才1亿5600多万 然后再加上98年的代办费 加起来4亿多 全部加起来呢 中间有好几亿不见了 中间有好几亿不见了 预算上全部看不到 也就是我从决算的钱加起来 跟你的合研所的代办经费 加起来 根本不是你今天从台电 拿到的所有委托案的经费的全部 中间有些钱到哪里去了 这是一点 另外呢 97年那个落差更大 97年你给我们的案子 台电总共委托你们 5亿5251万多 然后代办费呢 只有1亿4千多 决算呢 只有1亿1000多 加起来只有2亿5千多 2亿5700多万 可是你从台电你总共拿到的是 5亿5200多万 这3亿的钱哪里去了 预算数全部看不到 代办的预算 预算数也看不到 预决算的预算数也看不到 2亿5跟5亿5差3亿呢 97年以你们送进来的这一本 跟你们预决算上呢 3亿不见了 我请马所长跟委员简单的说明一下 好不好 所以你们用那个代收代办 真的是一个大黑箱 到底这个钱有没有利益输送在里面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么贵 谁去核定说这样的数字 背后有没有利益输送 我台电故意给你这么贵 这么高的价格 拜托你来 这个是一点 光弄一个核一厂到底要不要严育 就用1亿9千万 拜托你们替我写报告 核二厂再来一次 照理说我的 我的know how很清楚 我核一厂的know how已经有了 我做核二厂的时候可以便宜一点 结果核二厂也用1亿7千万 拜托你再写一本 再做一次 你们的价格都超高 每一个案都几百万几百万 光做一个什么审查 叫做这个设计书计划书审查 也是超高的钱在委托你们做 连那种软体系统的管理 管理性的东西也都上百万 这样子拜托你们再做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你代收代办 规避预决算的制度体系 你用代收代办 然后你的代收代办费加上预决算里面收进来的税入 全部加起来 中间有好几亿都不见了 来这两个问题给大家一下 先跟委员报告一下 首先委员看到那个决算书是我们所谓的收支并列 对不起哦 是送到立法院来的决算书 对对对对 那个是收支并列 不是代收代支 没有啊 对啊 所以我有两笔钱嘛 对对对对 两笔钱加起来 跟你们今天的总数中间丢掉三亿嘛 97年度 决算书的钱加起来 再加上你们的代办费 你们的代办费我也有了啦 我已经拿到了啦 这个是代办叫做核能研究所经费类代收款明细表啦 每一年都有啦 我都已经拿到了 好不好 代收款就是你们从外面接受委托部分的钱的账 再加上有进入政府收支并列的决算的钱加起来 跟你今天的总数中间有三亿不见了啦 报委员 这个部分的 光97年就三亿啦 然后98年差不多将近一亿啦 你每一年都有好几亿都不见了啦 报委员这个账目绝对是清楚的 如果有这个 我已经有这个疑虑 我回去请那个会计同仁 把这个细部的资料 统计出来 跟我委员再做细部报告 我们不允许 你知道 绝对不会有账目不清的部分 政府机关 代收代办 代收代办 是每一个个案都需要 特案 专签 签给首长核定 才可以用代收代办 他才可以规规规避去列入税入税出 你们现在全部都把它按通案 立刻去改 绝对不能再弄那个什么 规避预决算制度的这种支列方式 报委员 我们这个部分会跟委员做西部资料说明 主委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你这些销 做不好 一些钱都不知道在哪里去呢 有没有你们研究人员自己高额的人事费 有没有那些核销上面根本无账可查的那些部分 为什么会这样 研究人员 假如是正式的研究人员的话 他不会从这些计划里面拿薪水 所以你还转下包啊 所以你还转到下包去啊 所以那些帐一定是一笔烂账啊 你下面竟然还委托下包在做 为什么你们要变成是合一合二合三的服务社 我以一个政务官 是对这些是有责任啦 可是我当然不会 不会个人花时间去check这些账 这个是制度啦 他有一个制度 真的是钱就这样子大笔大笔的钱 在政府的预算书上看不到 这些过去审计部也有都在查的 我相信是合法 否则的话审计部就会 对 否则的话审计部就会纠正了 是 来 关 关主席